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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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评审的委员们 包括 国重电脑国际公司的王超选董事长 还有国立中任大学的洪新元教育长 以及明传大学企业管理学系的黄敬堂副教授 好 非常感谢他们的参与 那么在活动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借由大家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这次王农大家长 经济部中小企与的何晋昌出场上台 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三位评审委员 还有我们育成界的各位伙伴 还有我们很多的企业界的先进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们是第一次把这个颁奖典礼 调整到这个傍晚的时刻 我想这个应该是有点星光 夜幕低垂 大家营造一个比较温馨的气氛 我们希望把我们每一年度育成界最高的荣誉 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时刻来荣耀大家 当然我们今天选的这个场地也是非常有代表性 各位 我不知道有多少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这里是应该是过去的空军总部 那我们现在把它改造成是一个社会创新的实验中心 所以这边也是代表一个社会创新组织的一个孕育的场域 所以每天有非常多的这些新创的朋友 社会创新的组织都在这里有一些活动 那我们唐凤正伟他每一个礼拜三也都会常住在这个地方 来跟我们新创圈的朋友们做一些互动 所以这个场域其实是欢迎大家随时来这边 跟我们社会创新的朋友们 大家来这边交流一下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着有这个场域 能够让我们社会创新的一个活动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那未来当然这个地方 未来在整个国家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里面 会有文化部会有科技部会有经济部 有许多栋的这些这种所谓的一些 不管是文创的 社创的 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这些基地 我们未来会把它融入到这个空种的这个基地里面 所以大家以后拭目以待 这个地方会变成是一个很耀眼的一个新创创新的一个基地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这个每年都在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 那当然我们也在鼓励我们很多的中小企业 做创新转型的一些营运模式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台湾的很多的这些 企业界的朋友们现在都有一些急迫感 都有一些焦虑感 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后 其实牵动了很多的这个供应链的重组 那也为台湾带来很多的一些机会 那其实再加上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来搅扰 其实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变成有点点复杂 但是从台湾的表现 其实大家应该是对台湾很有信心 我们的不管从经济的成长率来看 或是台湾的投资 还有很多的这些新创圈的朋友 包括我们今天下午所评选的 有21家新创跟创新的企业 其实都非常让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几位评审委员 他们就是非常难以下决定 这个要能够从中选出12家 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企业来做表扬 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那其实背后重要的推手 都是我们这个育成的机构 所以有很多学校 很多的育成的组织 其实在背后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不管是对新创 对创新 各位都是我们整个生态系的 一个很重要的伙伴 如果没有各位 像是一个园丁 扮演这样的一个教练 或是园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想我们这些新创或创新的活动 可能就没有办法发展的 这个生态系发展的很好 所以我想今天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场合 来肯定大家 也来谢谢大家 然后未来其实台湾的机会 逐渐的让我们一刻都不能等待 就是说整个生态系 我们要让它变成非常非常强 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在谈的 就是说要打造一个具韧性的供应链 那这个韧性的供应链就是 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态系要养得很强壮 我们要把我们的社群经营得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好 让它变成是一个坚不可摧 这样的一个实力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半导体这个产业 或是机械这样的一个产业 或是我们的汽车零组件 各地的群聚这些产力的聚落 其实会越来越强 因为最近我也看了很多家的 我们的这些中老企业 其实他们运用这一次数位转型的机会 运用AI大数据 其实都已经智能化 智慧化 生产的这些商业模式 已经开始慢慢在做转换 所以真的台湾其实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了 就是说因为现在二代进来之后 其实这些议题变得更容易 而且变得让我们过去的这些产业的基础上面 我们装上这个所谓资讯科技的翅膀之后 我们可以翱翔 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所以今天真的有太多话要想对大家讲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的时间会花在颁奖的时间 但是我想借这个重要的时刻 先跟大家 就是说我们要肯定自己 要相信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那台湾已经是一个品牌了 一个国家的品牌 MIT是一个国家品牌 尤其我们的防疫做得这么好 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产业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台湾 大家都说台湾2300万 其实2300万的人口 你看看 欧洲有几个国家超过2300万的人口 台湾其实不小 台湾其实也不算大 但是台湾刚好那个size是刚刚好 我们要做任何实验的场域 做任何的行销的一个体验 其实这样的一个size是刚刚好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大家都是台湾国家队的一员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让我们更有信心 跟着新创 跟着创新的企业 一起走下这一段长远的路 这一条路未来走下去的话 台湾会变得更强壮 变得更强大 我们产业的实力会更加的完整 生态系会更加的强健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这么晚的时间 还等待在这里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何处长的致辞勉励 请您先回座 经济部中小企业数近年积极推动 创育机构的转型 引导朝向三大类不同定位的模组来发展 分别是国际创育加速器 技术创业放大器 以及在地企业创新器 着重在协助中小企业升级转型 在地产业转型活化 以及国际市场的拓育 建构更加紧密 以及更加完善的创新创业 支援网络生态体系 接下来就是我们颁奖时间了 让我们再次邀请何处长上台 担任我们的颁奖人 而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 机优创育机构的国际创育加速器 首先欢迎 财团法人时代基金会的 简文真副寺长上台 接受颁奖 财团法人时代基金会 Garage Plus长期培育 并且支持企业与新创的合作 带领台湾新创跟新创人才 远赴海外来推广台湾的新创环境 至今已经培育超过三千多名学子 让台湾团队在全球大放异财 我们来 我们请摄影师帮我们捕捉这值得纪念的画面 也恭喜您获奖 好 请先在旁边稍微休息一下 是 好 接下来邀请到的是 豪密管理顾问普通人公司的 徐瑞博营运长上台 接受颁奖 豪密管理顾问普通人公司 致力为新创搭建安全 友善的开放式创新平台 透过主题式定向育成机制 来促成大小企业共创 成为驱动台湾智慧科技产业 成长的新动能 好 恭喜 请先在旁边稍事休息 接下来颁发的是 GEO创新机构的技术创业放大器 这个奖项首先邀请的是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产学营运处创新育成中心的 朱景副奖长上台 担任我们的受奖人 恭喜您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创新育成中心 累积了21年育成辅导的经验 建构出五大特色 以及六大驱动力的育成机制 为师生研究 还有重要系统的技术放大 为台湾创新创业注入源源不绝的活水 恭喜您 好 谢谢 谢谢在一旁休息 接下来邀请的是 中原大学产业加速器 高雄医学大学产学营运处的 医材领域工作的研发成果 辅导校园创业团队还有中小企业为 南台湾的生技医疗产业扮演重要的推手 恭喜您 恭喜您 好 请现在在房休息一下 接下来是基优创育机构的 在地企业创新器奖 我们邀请到的是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产学与制裁育成运营中心的 苏纯真副校长上台 恭喜您 云林科技大学产学与制裁育成运营中心 深度串联政府在地产业云嘉南育成资源 连接成紧密的网络来协助企业站稳市场 并且迈向国际 恭喜您 谢谢 请先稍事休息 接下来邀请的是 嘉义创育公司的黄振伟指示长上台 嘉义创育公司建构强大的在地创新育成的能量 连接产官学还有大企业的有力资源 为地方注入向上成长的强大动能 好 恭喜您 来 请您留步 我们也请所有跟台受奖 我们的受奖人是不是一起上台 我们来进行大合照 来 请上台 那么我们请处长帮我们站在中间 我们的受奖代表 请帮我们左四 右三 然后站在处长的旁边 我们来一起进行大合照 好 我们听摄影师的指挥 有没有需要怎么站 大家是否要稍微可以往 可以往我的左手边一点点 然后稍微站侧身一点 这样大家都可以入镜 好 我们先看我们中间的摄影师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摄影师 好 那我们现场的观众们是不是给予台湾最接地气的创意伙伴 热烈的掌声还有喝彩好吗 感谢你们付出 谢谢 谢谢 好 好 请大家先入座 我们也请处长入座 谢谢 谢谢 好 请大家小心台阶 我们先入座 好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紧张的时刻了 我们要揭晓109年度破壳出企业的名单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为了拔着优质企业 并且彰显各育成中心的舞蹈協助 我们临选共分为新创企业奖 以及创新企业奖 两个奖项的类别 一共有12家亮点企业获选 在这里我们再次邀请 投资长上台 担任我们的颁奖人 我们现在就要公布得奖者了 第一位 程测科技有限公司 请代表人上台接受颁奖 程测科技创新开发的 社群订单整合系统 同时致力于辅导 在地实体店家的运营 协助苗栗地区的实体店 以及电商产业的升级 进而带动苗栗产业的发展 还有地方的文化提升 获得当地产意志好评 请现在旁边稍事休息 恭喜您 第二家是 四航生物医学国际公司 恭喜您 这个欢呼声很大 恭喜 四航生物医学 致力于开发治疗近视新药 他们具有丰厚的研发能量 跟透过跨领域的合作 来解决临床 尚未被解决的一些技术 并且提供优质的产品 恭喜你们 好 请在旁稍微休息一下 来 第三家得奖的是 四创生物科技国际公司 我们请企业代表上台 接受颁奖 四创生物科技致力于 推动仿生嗅觉的技术 透过产学合作 以及策略联盟 利用晶片整合技术 并应用于呼吸相关的疾病检测 成为具备高度竞争力的 一彩新创 恭喜您 请现在一旁稍事等候 接下来受奖的是 矿式智能公司 矿式智能公司 开发了社交理财投资工具 为使用者建立的高度透明 而且可以信赖 是与人为主轴的新兴平台 成为提具发展前例的新创企业 恭喜您 请现在一旁稍微等候 下一家得奖的是 构思网络科技有间公司 恭喜您 构思网络科技专注于 Chatbot 智慧聊天机器人 AI等新兴的领域 从台湾出发 放眼国际 创业两年 已经获得众多国际 还有知名企业的青睐 是创新企业的经营模式 恭喜您 恭喜您 好 请现在一旁等候 好 第六家是 三维人国际公司 恭喜您 三维人打造了 车联网行动定位数据平台 提供智慧出行软体服务 并从台湾出发 快速发展到国际市场 这会带动台湾智慧物流领域的 崭新能量 好 恭喜您 请在台上稍等一下 我们请刚才受奖人一起上台 我们跟处长来合照 好 那我们这个 这个评审委员 我们处长也希望评审一起上台 我们是不是请评审 一起上台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引导一下 好不好 我们处长 我们站在正中间 然后刚才受奖的 三位 左边右边各三位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评审 来 好 大家稍微侧身一下 我们希望 所有人都可以入镜 所以请大家稍微侧身 好吗 好 看一下我们中间的摄影师 大家比个赞吧 为自己比个赞 谢谢 谢谢 恭喜您 请大家先入座 那么我们的合处长 可以请您在台上留步 因为我们紧接着 要颁发下面的奖项了 接下来呢 要颁发的 就是我们的 霍科合书企业的 创新企业奖 得奖的是 明智实业股权公司 明智实业开发了 智能化的智鞋设备 并且运用联网 以及智能生产的全能位整合 来协助传统鞋业 来降低它们在 员工制造上的成本 建构台湾智鞋生产的新生态 好 恭喜 恭喜明智实业 好 请现在旁边等候一下 下一家得奖的是 欧阳国际企业股权公司 恭喜您 欧阳国际是台湾少数经营 穆斯林市场的电商企业 除了成功插旗东斜市场 打通东南亚美妆市场外 还运用灵活的物流营运策略 成功克服东南亚电商的困境 恭喜您 好 请现在旁稍微等候 下一家得奖的是 仙剑基因科技股份员公司 恭喜仙剑 仙剑基因是成功大学的 技术开发的衍生企业 结合了学校研发的能量 发展出更精准更快速的 基因检测服务 具有高度专业能力 为守护民族的健康 不遗余力 好 恭喜你们 好 请在旁等候 下一家得奖的是 富格兰科技有先公司 来我们掌声 恭喜富格兰 也请企业代表上台 接受颁奖 富格兰科技结合了 虎伟科技大学 共同开发的 保利金走心式CNC车床 以高效率 高精度为发展目标 品质通过严苛的市场考验 成功将品牌推向国际 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 恭喜您 好 请先等候 下一家 是欧权科技国际公司 我们恭喜欧权 欧权科技 以设计开发的精度文明 开发出了各式工具机的 关键零组件 未来将持续协助 来强化供应链的智慧制造能力 让台湾成为全球最强的 工具机关键零组件的制造聚落 恭喜你们 恭喜 好 请先等候一下 接下来 最后一家第六家了 是智茂股份员公司 恭喜您 智茂公司打造了 无独健康能量绿生活的 UA木地板 也成功外销国际 获得美国以及杜拜的肯定 让UA木地板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 成功为台湾发声 好 恭喜您 来 请在台上等候 我们也请刚才受奖的 各位受奖人一起上台 好 我们来跟处长进行大合照 同样的也请评审们一起上台 那我们同样请处长帮我们站在正中央 好 大家看一下 听一下我们的摄影师的指挥 大家稍微测身一下 才能够全员入镜 好吗 好 好 我们为自己比个赞好不好 为自己比个赞 恭喜各位得奖人创新企业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现在请所有的得奖人 还有我们合作长一起 我们回到座位 因为现在呢 我们要请摄影师帮大家一起拍一个大合照 好吗 我们请摄影师站到我们的台上 然后我们也请我们工作人员把今天的一些手持牌 给我们台下的创意的伙伴 还有我们的评审 我们的企业的代表 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一个大合照 好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中间摄影师 好 好 我们需不需要再帮您加一个椅子 可以拍起来更漂亮 我们请我们的同仁拿一个椅子来好吗 让摄影师可以站更高一点 有没有 就是中间那把椅子了 就是那把 好好好 然后这一part呢 既然摄影师都站这么高了 我们大家表现我们的活力好不好 表现我们的热情还有活力 帮他 扶一下 好 好 那我们一手比个赞好不好 好 台湾企业在不赞 赞 好 谢谢 谢谢 恭喜各位 在经济部中小企业就带领下呢 育成机构成为台湾企业的策略伙伴 为中小企业的转型 升级还有创新发展 尽心尽力 2020年呢 可以说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但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相信今天在场的创意圈伙伴 会继续秉持着为企业解决问题的使命 来为台湾创新创业的环境 再创新局 感谢今天参与的贵宾 还有各位在场的创新运程伙伴 还有企业代表 我们明年再见